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如果协商破裂的话 20号开议当天是否让陈建仁施政报告 当然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看守内阁恐怕不会第一次就能够顺利的报告 不过事实上距离开议也只差三天咨询的时间了 这个时候就杯葛真的有必要吗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民进党 当然万年科种召跳出来说话 他说这就是在作秀了 奉劝国民党不要为求表现而冲过头了 好这个绿委庄瑞雄也说 瘦肉惊案看起来像是一个个案 不要无限上纲 新会期才刚刚开始 国民党就杯葛 是会让韩院长感到为难 好不过柯文哲怎么说呢 他说如果官员解释的很清楚 那也不必特别要开临时会了 这个是在打蓝营吗 但下一句话话风一转 但是如果绿营提不出 让大家幸福的解释的话 那就只好开临时会了 又转头过来 又打了绿营一把 同时炮打蓝绿 这个黄国昌甚至是跳出来说话说 民众党团一开始就主张 2月16号就要开议 要不是你们国民党当初 随着民进党起舞的话 也不会搞到现在这么样的复杂了 其实过去官员敢反质询 是因为绿营占有多数码 当然有恃无恐 但是如今最可以说是 对于国民党来说 是一个最好能够执球对决 民进党政府的机会 所以如果新国会的第一站 就大完杯葛 会不会反而让行政官员 是轻松的就下庄了吗 透过强力的质询 来问倒民党政府不好吗 不是更能够凸显出 国民党的监督功力吗 立文怎么看 这个来源就在于 当时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让国民党的行政院长 顺利在当天的时候就可以上台 所以换成国民党在野的时候 就觉得就是说 要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神 那如果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都不让国民党的行政院长 顺利上台 那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国民党这样就显得很闹 所以国民党里面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你也可以说是包袱 你也可以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就觉得不然的话 国民党党团会被别人看扁了 但问题就在于说 第一个 他是一个看守内阁 他并不是新竹的内阁 那第二个呢 一县礼拜院长是我们 因为我们如果是少数的话 你当然就是党嘛 那你现在你又不是少数 那以前啊 每次都会挑一个议题来杯葛 刚好民进党呢 就是欢迎叉招 比谁都快上了 所以你不用找 就是很多的议题 真的不应该让他这么顺利的上台 不管是莱猪啊或者是疫苗啊 好啦那你今天呢 因为刚选举完 过完年 好有一个这个 所谓的瘦肉精的议题 但这个议题呢 的确他 第一个 国民党已经赚很多了啦 因为我们分析这个议题啦 王必胜的失言 王必胜的态度 其实我认为在这一意上面 一个擦枪走火的这一意上面 卢秀燕呢 又赚最多 得分很多 甚至于人家叫他要道歉的时候 卢秀燕说不用了啦 重点就是因为已经还他清白了嘛 还这些台北中市政府公道了 中央也验出来了 好那现在呢 就是说过完年之后 就今天嘛 第一天上班 他们开始中央要展开SOP去查 那你不可能这么短时间查到啊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你叫他来报告 我坦白讲 他也是以前也是来报告 也是五四三的啦 我们以前太常叫他来专案报告 来专案报告也都是两三张纸 一点诚意都没有啦 然后一直跳真胡说八道啊 然后轮到我们上去质询的时候 也都是问说你要不要下台 你要不要道歉 问到最后也懒得问他要不要下台 因为他永远不会下台 所以你说真的质询 也真的有问出什么东西来吗 其实这也都是大家就是 难怪党团里头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 那因为那个时候呢 黄国昌就有话了嘛 我叫你们16号开 你们就理由一大堆 对不对 说要20号 那现在呢 都是你们在讲 你现在17号又可以开临时会了 那之前我说16号也没有太早嘛 就变成会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我倒是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议题上面 的确他并不是一个 就是说这个事情的第一回合 国民党卢秀燕已经赢了 那第二回合 我倒是认为应该开春以后 让中央去查 你现在要让他查个三四天嘛 那到时候就20号要开议啦 他就是要来上台报告嘛 你可以要求他 不需要开临时会 但是你可以要求他 加开专案报告 针对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天再做实证报告 但你不需要再临时多加临时会 对不对 因为他现在讲 还可以讲说 我们已经在查了啊 还没有查出来啊 他可以这样跟你讲嘛 那你过了三天之后 四天之后 还有 然后你再来问 这个时候 你应该要有结果了嘛 你现在查的初步的结果是什么 为什么延宕 为什么这么多天 你查出来 你都查不出来 或什么 你才有素材可以问啊 你现在没有东西可以问 你现在就只有骂他而已啊 或者是叫王必胜道歉而已啊 那你这个时候 你也不可能要求隔魁怎么样 因为他已经是个看守内阁了嘛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大的议题 其实反而是两岸的议题 影响更大 比这个个案的瘦肉精影响更大 这是凸显民进党就是态度恶劣 王必胜很油条 然后王必胜死猪不怕开水烫 让人讨厌 但是在两岸上面 不让我们组团去 这个影响很大 那这个东西 国民党就要非常谨慎细致的 你不能不处理 让人家觉得说 遇到两岸你就怕 可是你也不能处理的过头 变成意识形态蓝绿对立 你怎么样在两岸的上面 能够一个case一个case 最近还发生蛮多的事情的 那这个东西 国民党团恐怕也要拿出一个态度来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个时刻 可能会来自很多不同的评论 然后呢 蓝营的支持者 蓝营的媒体 蓝营的名嘴 对于国民党的这个新的党团 新的会期的期待是什么 他们恐怕也在试水温啦 就是说对党团的主旗逝者来讲 会不会太冲过头了 会不会太软了 就是做什么都有可能会被骂 那我倒是觉得 可以好好的去评估一下 这个时候倒是不急的 去开这个临时会啦 对 不过这个新国会要处理的 还真的是问题有很多 不只是这个瘦肉精的怡云 还有NCC的人事案 蓝营就认为了 过去NCC委员的组成 虽然号称叫做无党无派 但实际上却是比民进党 还要更加的民进党吗 为了避免这样委员 好像是一片绿油油 应该要来修法 由政党按比例推派委员 那么认为可以避免出现万年委员 也不会再像过去一样 叫做赢者全拿 孟凯文怎么看 是啊 不能赢者全拿 最重点就是不能假中立 不能假专业 但是实际上做的都是党疫 而没有民意嘛 其实过去NCC为什么 国人我们普遍去看民意调查来讲 NCC的这个可信度 可能是所有中央部会里面倒数前三名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且是所有人 大家讲到NCC都是感冒 都觉得说他是只有张希希 都是只有他是执行党疫 而NCC他其实明明讲的是说 他是无党无派的 但是他所作所为 比民进党还要民进党啊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他都是在揣摩上疫嘛 所以我们现在强调的是说 既然现在2024年 已经选出了新国会新民意 新气象了 NCC的委员有四位 是到今年的7月31号 任期就结满了 既然任期到7月31号结满 而行政院长即将要在7月之前 就要现在派出委员这边来去做 这个讨论跟提名的时候 立法院可以有这个决定权 而我们也认为是说 那这样子是不是干脆就是用政党比例推派制 政党比例推派制有几个好处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第一他反而会更加专业 为什么 因为这样变成是说 各政党自己要对自己推派的人选来负责 如果说你各政党你推派的人选 大家国内也都会眼睛看啊 如果说你推派出来的人选 不够符合专业的话 马上民意就会反弹 马上民意就会对这样政党产生不信任感 而如果说你这个政党 可以提出好的人选的话 民意反而会支持 所以就像之前不分区委员名单一样 也有人是提出了这种派系分赃的立法委员 也有人提出的是专业考量的立法委员 一提出来高下立判 大家就可以来决定 所以这是第一个 如果说用政党比例来推派的时候 反而各政党要跟各政党自己来负责 第二更重要的是 这就是新民意的产生 2024年现在就是三党不过半的国会席次来讲 但是有高达六成的民众 其实不希望民进党继续执政 也因此我们现在如果说NCC的委员 将来再讨论到很多的议案 有意见相佐的时候 那可以怎么做 NCC的主委就可以来调和顶奈 并且来沟通协调 让各自委员都能够畅所欲言的 讲出意见之后 再来做综合规划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部分 就避免说议言堂的状况 或是避免主委已经先射箭再画吧 就是要强度观战 不管是过去观中天电视台 或者是说过去 有一些电视台持续的护航 我觉得这都是NCC的一个乱象 最重点 避免一片绿游游 过去这一段过年期间 也有传出来 说什么好像蔡英文跟赖清德密会讨论 说避免NCC要一片绿游游 所以说未来这个提名要比较谨慎 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原来你们也知道 你们过去提名是一片绿游游 那是不是自己此地无银三百两 最后我同意刚刚立文姐的讲法 其实在新的国会期里面 有几件事情 我们是一定要加强 而且一定要让它凸显的 现在民众已经经历过两年的时间 2022年九合一选举 到2024年的立委跟总统大选 其实过去两年多 台湾都是一直在选举 而现在应该是修身养殖 现在应该是拼经济 拼民生 拼治安 拼市场 开放的一个前提 所以几大方向 我认为是现在台湾民众 我们必须要看到的 第一 我们要重民生 观光旅游 住宿餐饮 发展 运输 业者 这一些都是在过去疫情期间 叫鼓连天的一个行业 而现在又传出六月 赴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又要再次停摆 我觉得这真的是 民进党政府 一定要向国人说明 交代清楚的 政治意识形态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第二 反诈骗 年关之前跟年关之后 其实诈骗的案件 好像又开始在蠢蠢欲动 又开始在死灰复燃 而国人对于诈骗 是深恶痛绝的 也因此反诈骗 能不能赶快加强 这个诈骗的一个行期 嚇阻 用严巡峰来嚇阻 这些诈骗的一个不肖分子 以及第三 反政治意识形态操作 所以人事权的部分 包括考试委员 包括NCCA委员 其实只要能够降低 政治意识形态的比例 回归到专业 我想这才是国人所期待 也因此强调民生 反诈骗 跟反政治意识形态的操作 我想会是2024年 不管是国民党团 或者是说 在立法院的朝野攻防里面 我们强调的最大重点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